欢迎回来,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我今天会分享可乐五股鸡腿的鸡两种吃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可乐鸡腿做法简单 味道鲜美,我和家人都很喜欢这个食谱 喜欢拌饭吃法的朋友,这个食谱也很适合您哦 一起开煮吧 可乐鸡饭 材料有五股鸡腿,油麦菜,姜,可乐,冰箱 姜切末 油麦菜切小片 喜欢吃香菜的朋友也可以切一些备用 五股鸡腿洗净擦干水分 锅内倒入食用油 下姜末炒香 下五股鸡腿煎香 一汤匙酱油 一汤匙蚝油 一汤匙蚝油 倒入三分之二罐可乐 倒入三分之二罐可乐 两粒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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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酱油 黑酱油上色 焖煮至收汁就可以了 我喜欢有些酱汁可以捞饭吃 米饭煮好后倒入盘内可以开始组合起来了 放入油麦菜 随意加水煮蛋 切一半放一旁 鸡腿鸡腿放在饭上 淋上酱汁 最后下香菜点缀就完美了 这是第一种吃法 漂亮吧 美丽甜肉 整体水煮蛋 半爪匙蚝油 они都缴洗杯 最后汅冰 一会这样的ita 要差 researcher 本 tolerance 将围 衣装 剥不 衣装 枪 手 是 但 有肉有菜也有鸡蛋 每一口都幸福满满哦 把鸡腿组合起来 看了就和在餐厅吃的一样很开胃对吧 我们来做第二种拌饭的吃法吧 鸡腿剪成小片 倒入一碗米饭 加油麦菜 淋上酱汁 拌匀 盘底铺上油麦菜 米饭倒在上面 然后鸡蛋放在中间 撒上香菜 随意淋上酱汁 可乐鸡腿肉拌饭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两种不一样的吃法 大家都喜欢哪一个呢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